高老师我看您视频 鉴定翡翠的时候都有很多工具 那我们普通人没有这种工具的时候 要怎么才能鉴定翡翠的真假呢 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用手机的手电来观察翡翠 天然的翡翠啊 它的颜色是有色根的 在强光的照射下呢 这个有颜色的地方呢 就会比较明显 没颜色的地方呢 就没有颜色 两者之间的界线啊 非常的清晰 那像人工处理的这种翡翠啊 我们用灯光照射一下 看到它有很多的酸湿纹 非常的明显 另外的话呢 颜色是沿着酸湿纹来分布的 呈现网状